大家好 我是Stanley 我現在在這個 海北地檢署法院門口啊 上個月開直播的時候 可能直播中講了一句白癡 只跟你說了這兩個字 偷恨你們 偷懶 然後就有人跑來告我 我就覺得他這個動機會不會不單純 他會不會是要把我騙來法院 然後暴揍我一陣之類的 我很怕 因為這個網紅被揍的那麼多 所以我今天這個 我這個給西可思都準備好了啊 蛤 這帶不下 這是什麼 啊 人們的雨傘啊 因為會下雨啊 希望他不是要把我騙出來 然後暴揍我一陣 來 我們今天做了一個小題目 要給你測試 哇 你這個價目表最高30萬而已啊 30萬而已 你知道這個原告向我求償多少錢嗎 多少 60萬 60萬 全部加起來都不到60萬 重點自我根本就在罵他 我猜猜看 這個我記得 兩萬 好好好 保護我保護我 好 那有人接近我 白癡應該是五萬五 這個他女人應該是語助詞 好 感覺是最少的 感覺是最少的 為什麼你覺得那個是最少的 因為這是語助詞啊 那就是 幹 他的意思就是 本意不是真的要去 對你的媽媽做什麼事情 幹嘛呢 所以這應該是最少的 我的認知裡面 神經病人製造了什麼差別 我覺得好像智障比較兇耶 智障30萬 排除法 吃10萬 好 正解的話我們會公布在畫面上 神經病30萬 太離譜了 所以這個這個有多少錢 8萬 這裡要8萬啊 這麼離譜 那罵人家牧羊目前最高的是 100萬 100萬是說什麼 有特殊性的消息 特殊性關係嗎 靠一樣 下次對於這個兩性 講話還是得注意一下 好 我們等一下看 會發生什麼事吧 我也蠻好奇的 那待會的流程你清楚嗎 我還蠻清楚的 是有先詢問過 我們的法院大前輩 套一隻喔 沒有 我有問過律師 就是他說 基本上不太可能會成 可以拍照嗎 可以啊可以啊 哈囉 拍照 你也開庭嗎 我開庭啊 為什麼 我在網路上 我直播說白癡 然後有人就跑來告訴我 哈哈哈哈 還罵手 拜拜 好那我們等一下 3點準備去開庭了 結果準備了後 我們等一下再後續 跟大家說吧 Let's go 我超人迷媽的血核尾 我們要不要再殺機 我們一定會被 conducir 我們要迷不動 我們要再殺機 我們要慢打中 我們要快點 occupational 我們要多壞 我們要在一起 我們要製造 我們要等一個 我們要購買 我們要等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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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翻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刚刚在法院里面不能拍摄吗 然后刚刚就是在法院里面 然后就是突然会有人来跟我打招呼 我說嗨 史丹利 嗨 史丹利 你怎麼在這 我說我被告了 他們告我的人 一定知道我的長相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告我的人的長相 然後所以每個人來找我 在法外裡面找我搭話的時候 我都在想說他是不是原告 有人拿筆想要來找我簽名 然後我就想說 他會不會有可能拿筆來戳我啊 真的很怕 因為畢竟這個 三斤被打的時候 別人就是去問他說 你是不是三斤 然後要跟他合照這樣 他想要找我簽名 然後筆拿過來我 我真的好怕 我就該不要戳我吧 但是就是 這整個法庭審理的過程 有點出乎我的意料 也出乎了原告的意料 其實他本來想說 你道歉就可以接觸了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很矛盾 就是因為他在訴狀書裡面 向我求償60萬 他並不是說我要道歉 就是他如果說 他訴狀書裡面寫著說 是希望我跟他道歉的話 那我可能就跟他道個歉就沒事了 但是他如果向我求償60萬的話 那我肯定是主張 不是在說他嘛對不對 我事實上 也不是在針對他回應啊對不對 但是其實後來 聽了 那位告我的先生 說話 就是我慢慢的開始相信 他好像真的是我的粉絲 他覺得我 好像在罵他 所以他感到很受傷 就是我也跟他說 如果我講那些話 我不是在跟你講 那如果有繞成 你的不舒服的話 那我真的跟你道歉這樣子 就是他好像 也不是來要60萬 因為法官問說你到底想幹嘛 他說他就是要嘛就是主張 我跟他道歉 要嘛就是主張 他求償60萬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想要幹嘛 他過往的案例可能覺得別人罵他 他就可以這樣寫吧 他可能也沒有想太多 但是其實在我們看到訴狀書的當下 第一條就寫說 哦我要求償60萬 那我當然會覺得這個人不懷好意啊 那如果說他今天主張他是粉絲 然後真的被我的言語傷害到的話 那我真的就是來這邊跟他道歉 我覺得沒什麼事 那最後也是有一點就是 這個原告講一講 結果好像留下了男兒一台 哈哈 留下了男兒一台 那我覺得 那個委屈的心情是不是有點 這個委屈的心情 我好像懂你你知道嗎 就是我曾經也是有把別人當成偶像 然後結果莫莫其妙 結果被人家嘴的很難聽的時候 我那個委屈的心情 我好像可以理解 所以我頓時就是 當下我是相信他是粉絲 對 那我覺得男生為了另外一個男生流淚 哦那這個情意我覺得是相當的重啊 對所以我也相信這個原告可能 也不是我們所謂的死黑 他可能只是粉絲 然後可能覺得被我攻擊到 心裡有點受傷 對 我覺得法官真的是非常有耐心 然後就是知道他有情緒 所以也很認真的在開導他 就是其實我在踏入法院之前 我常常聽到外面都是什麼恐龍法官啊 還是什麼的 但是其實我今天來法院一趟後 我反而覺得 剛剛幫我們身體的那位女法官 她非常的通勤打理 而且講話邏輯也非常的清晰 問的都問問題都問到點上 算是蠻利奇的啦 蠻利奇的法院旅程的啦 我們也是要得到的教訓就是 以後就是這個講話 還是盡量溫和一點吧 對 因為我覺得 如果真的被告 然後賠錢的話 那其實都是小事 但是如果說 真的有支持你的粉絲 然後 因為你的言語受傷的話 那 那我覺得就是 這比較是我不想看到的事情 對 所以就是希望 大家過敏之 然後以後我也會 盡量就是講話溫和一點吧 就是不要傷到粉絲的心 啊但是死黑 死黑就算了 哈哈哈哈 那就感謝今天大家來收看這個 法院公道伯啊 這算法院公道伯嗎 應該不太能算 應該叫做 法院初體驗 讓大家共勉之 就是平常做人 就是盡量溫和一點吧 我覺得以和為貴吧 那就謝謝大家收看啦 謝謝見 掰掰 如果這個 原告事後有看到我這個影片 讓你感到不舒服 那也是我也有一點責任 所以這個如果你來找我的話 你如果事後 私底下 來開我的Facebook敲我 這個你訴訟花多少錢 私底下我就賠償給你吧 所以我覺得結論還是以和為貴啦 所以大家其實 遇到任何事情 你真是想到某件事情 你真是想到某件事情 我講不下去 我跟那個人好像沒有辦法以和為貴 哈哈哈哈